皮膚白 皮膚黑 關鍵在於玻璃上只有一張隔熱紙 透光度可能影響你的世界安全 嗨 我是波子 相信你也遇過一樣的狀況 哇 汽車的隔熱紙品牌這麼的多元化 這麼的五花八們 款式有這麼多 到底該怎麼選 沒有錯 今天是這個1月20號 今天是一早 大概是波子第一次這麼早起拍片 那我現在呢 在這個北二高 準備前往中立這個群展隔熱紙 準備去怎樣 換全車的隔熱紙 這次這個隔熱紙系列一定會有兩部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我們就準備前往隔熱紙店囉 好了 那一樣在開始之前 麻煩先慢下來 底下的YouTube訂閱朋友訂閱起來 以及加入我的LINE社群 要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正如我之前所提到 不管在YouTube或是Facebook上都有提到 就是這個 我只要換全車隔熱紙 因為目前的波子 車上搭載的是這個 FSK的藍轉 可是波子發信說什麼 尤其是晚上的時候 看起來特別的暗 有點死黑死黑的 所以呢我覺得 開起來其實有一點壓力 像是前檔 比如說沒有路燈的路段 你要花比較多的這個注意力 在前面 那當然這個大家有提到 我也非常謝謝這個網友 提到非常多的品牌跟這個款式 最常聽到應該是蘇勒加吧 蘇勒加的這個LX系列 甚至這個3M的 極光跟極黑也蠻多了 那我比較意外的是 最近有蠻多人貼這個什麼 單龍 單龍這個牌子也是 我之前也不知道 自從這個有車有提到 我才知道 那等一下我就是跟這個 格勒指店的老闆來聊聊看 到底我適合什麼 到底我適合 等一下要提什麼 所以大家等一下給你期待一下囉 所以那個之前有在頻道問過大家最常貼的三大款式品牌 分別是這個蘇勒加3M以及這個單龍 那剛好我們請我們老闆 老闆怎麼稱呼 我姓韓 韓 OK 韓老闆 那這部分這個機器是什麼東西 這個測試手感的溫度 測試手感溫度 OK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把這個東西直接放上去 讓你手去測它的溫度 OK 那這款是蘇勒加的VX40 VX40 OK 那它的材質是什麼 陶瓷 陶瓷 OK 好 那我們就實際做一個測試好了 VX40的效果 你手感去測 OK 好 隨便吉黑系列 吉黑MB45 我覺得這個比較熱一點 好 好 單龍 單龍 欸 單龍也很多車有在 G145 我覺得 初步感覺下來 我覺得蘇勒加直接的那個觸感的熱度 比較 沒那麼高 溫度比較沒那麼高 OK 那基本上因為很多人提到說 這個隔熱子有很多種材質吧 有金屬 有奈米 對 那我要怎麼分 假設今天是一個車主 我要怎麼區分 我要選哪一種材質 金屬的 貼前檔是會干擾訊號 比如說像GPS GPS啊 手機 那e-tag也會 e-tag也會 ok 一般前檔貼 有金屬的G多 像陶瓷的 陶瓷等等 對 那陶瓷有什麼用的 耐熱 耐熱 對 那我會不會再感受一下這個 我原本貼的 FSK的藍鑽 有 這塊 這塊 對 你試一下 手感是 我原本就是貼這個 OK 果然還是有差 這個溫度真的超高的耶 所以它原本這個是什麼材質的 也是無金屬材質 也是無金屬的 對 基本上隔熱這個東西 考量隔 考量隔熱效果 第一個就是材質嗎 對 材質 ok 除了材質之外 還有沒有什麼部分 它的紅外線主格率 比較好奇 因為很多車友問說 什麼透光率啊 什麼紅外線這個要怎麼看 透光率是指 透光率越高越清楚 越清楚 像這個實驗的 對 它從透光 對 5% 20% 對 30% 45% 60% 75%都有 透光率 那很多車友會問說 比如說前檔透光率 建議大概多少 然後車身大概多少 前檔建議大概40%左右 40%左右 車身要一點隱私大概20% 20% 20%會不會看出去很黑 不至於 不至於 ok了解 所以就是前檔建議大概是40%的透光率 那側面 車身大概就是20% 如果你要稍微極度隱密 對 大概可能要10% 就要10% 車身貼個10% 好 了解 因為脖子其實 當初有跟大家講過 我的需求就是希望 我想要內往外 看是很透的 對 但外往內看是 隱密性很好 對 好 所以這部分就是這個 各家廠牌的一個介紹 那我們現在就來測試另一個東西 就是車身 那脖子目前 目前車身是這個 這個是什麼 藍轉 藍轉的B20 透光率只有20 好那我們感受一下那個熱度 跟我平常開車一樣 好 那這個 好 這個是蘇勒加的嗎 LX25 LX25 哇 很明顯的 很明顯的差異耶 很明顯的差異 聽說這個蘇勒加有什麼 很特別的特性 是不是 它是航派 實控建設 喔 14層 14層 你算業界隔熱最好 所以它很厚對吧 很厚 它的材質 氧化硬 24K金 而且永不退色 不退色 所以一般隔熱紙 久了之後會退色 大概像5年 那般隔熱會退色 那 比較好奇就是 保固問題 就是 一般隔熱紙的 保固範圍會是什麼 保固範圍 就是隔熱紙 可能在保固期內 像假設5年 對 5年內有 起泡 膠皺的 對 變質 對 都可以跟它 那為什麼會造成什麼 材質感 材質 材質的耐久度 所以這跟材質 材質很重要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來測試一下 這個機器是什麼東西 要不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有溫度 反射溫度跟 直射溫度 反射溫度 反射溫度是太陽照過來 把熱反射越高 效果越好 溫度越高效果越好 因為都反射走了 對 把熱反射走 所以這是比喻成一個房子 對 比喻一個房子 然後這是室內 室內的溫度 好 我可以測給你看 那這要怎麼測試 來我試給你看 這個是我們的車身 原本的藍鑽側身 藍鑽 這個是LX的 LX的 我們來試試看LX 開個熱 好 來看溫度的變化 所以大家看看 左邊是藍鑽 右邊是舒樂加 所以左邊很明顯的上升 一直往上表耶 所以代表它的反射效果差嗎 不是 直射溫度 在你座內的溫度 OK 好 27度 你看 24 那一般我們做這個測試會跑多久 這個熱源會給它多久 一分鐘 一分鐘 還有反射溫度 好 那我們看一下上面的反射溫度 左邊是 左邊是我們原本藍鑽 對 所以它反射的很少 就是 反射少 就是 比較虛熱 OK 這個是熱反射出去 反射出去 所以裡面就不會 噢 好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 這個是什麼機器 秒殺機 秒殺機 那我們用這個 左邊是哪一款 左邊是舒樂加的 左邊是舒樂加的 OK 那右邊是 FSK FSK的 冰鑽 OK 好 測試 大概幾秒 誰會破掉 誰會先破掉 耐熱效果 OK 已經有看到在冒煙 快 哇 大概五秒左右 好快喔 所以右邊這個是冰鑽 對 直接就破掉了 對 然後左邊的目前還沒有什麼痕跡 但是有一點點紋路而已 對 哇 右邊這個好快就 OK 你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我們這個車門這裡 它會綁一個這個 然後包含前面這裡也會貼 甚至一些小細節它可以注意的部分 像這個 那因為前檔部分之前已經有撕掉過 因為實在是太暗了 之前是貼這個藍段 但是晚上夜間行程太暗 所以已經撕掉過 不過後面沒有撕掉 所以目前正在處理中 我幫你看一下 我想請問一下 後檔部分 很多人會問說關於除霧線 這樣會不會有影響 撕下來的話 其實你在撕的過程當中 你要適當的給它加熱 讓格熱子本身的溫度 它會提高之後 它的膠的反應就會比較會溶解 然後你在撕的過程當中 它比較輕鬆比較容易把它撕下來 就不會黏著儲物線 然後基本上儲物線的布 有些是因為有環保材質 那因為環保材質 它可能是環保的原廠 在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就會有脫離的感覺 就會有那種感覺 所以你要針對說什麼車型去做 那這個車型的話 它是沒有環保的感覺 它是沒有環保的感覺 所以你在撕的過程當中 必須適當的加熱 就可以把它撕掉 就可以撕掉 就可以撕掉 把它撕掉 感覺人說 對其實它也舒服 że你上 gone 看到平面的電話 在影哨車 以從前來 有準備 有過程 發 desk 給大家 有 güzel 乔 皆さん ック 感谢观看